我們最後問了中國電動車 GX中國電車 245 這位朋友是168元有貨的 前景如何看呢? 其實這隻股份也跟特斯拉類近的 或者剛才說過的比亞迪 也是一個大回小象的格局 如果245來計算 反彈目標短線 就是162元左右 也是一個反彈 就是一個下降軌的通道頂 162元 那現在就是150元 就是10元左右 變了就中間 就是有一點點又是叫做錯誤了 其實很多股份其實昨天早上是最好的 就是昨天早上他一出通告 接著之後有大概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大概9點半至11點半 這段時間其實是最黃金買貨的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是政策轉了 接著之後大家未搜尋到這個通告 或者未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是中間中午他再出新聞 可能會再大致宣揚 但是其實昨天早其實都已經有些 就是叫做 就是有些 訊息出來的 那所以 過了那段時間 其實現在就升了成 就是2000多3000點 其實就難的 現在剛剛在中間 那現在你薄反彈 但是我覺得他基本面 一般的 就是剛才也說過 就是車電車要面對chips的問題 進鏡位 那我覺得Q1Q2都未必是 可以做到 做回一個增長的向上的上升軌 就是我覺得仍然都是在低位上整顧 就是可能135至 160元之間在發佈沉沉 我覺得這個機會都很高 那所以現在買 真的純粹是 momentum薄反彈 但是勝率不是說 勝率不是說太高的 我覺得 謝謝大家